欢迎来到恩恩小厨房 大家好,我是恩恩,她是我妹妹 大家好,亲妹妹 我是妈妈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用最红的Bruno 电烤盘做什么? 高粒菜煎饼 好,那我们就开始 开始,我们先从高粒菜煎饼的面糊开始调配起 我们的高粒菜煎饼的备料主角 高粒菜 胡萝卜 切丝是已经炒好了 刚刚有把它炒熟 玉米 高粒菜也要切丝 然后这个 玉米 火腿 火腿我们切小丁 然后这个是面粉 要做面糊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面糊 首先我们先把鸡蛋一颗 然后跟水30公克 然后还有少许的盐 先放在钢盆里面 然后把它打均匀 打均匀 打均匀以后就把面粉 50公克的面粉倒进去 这面粉是中筋面粉 妈妈我也要倒 搅来好吗? 等一下换奶奶搅一下 嗯,我搅 这太慢了 火腿就很快 慢 慢 慢 快 很香 很香 你管我这样干嘛 好 嗯 这样火的料是不太多 就把料放进去 随意 随意 掉米菜我吃 我为什么要吃 因为掉了不可以放进去 可以雷雷加一点面 太少了吧 你可以加多一点 玉米如果你们想要多一点 反正这个就是 要掉着不然你太慢了 雷雷要不要 我很好用 好,等一下 来来来来 你用手把高丽菜拿进来 要全部吗 我可以帮你吗 不行 全部 为什么太多 我们这个料 帮忙没关系啦 这样 好 你小雷 你没有扶着 好了 可以了 小雷 可以起手 压一下 放上去的时候吗 你等一下一冷一只汤匙 好 先开高温 先开高温 让它热盘 开没有要放 这是 这是人家的酪梨油 我们 这个是不沾的哦 所以只要放一点点 把它刷均匀 就好 不用太多油 因为这个锅子 不沾效果 非常好 真的完全不会沾 你怎么可以 拿某某手啊 我觉得也可以用 奶油 哦 也可以 好 来 慢慢用一次给你们看 倒的时候会 断 我们这要煎小小片的吗 对啊 然后就这么把它放 我们要搅到 诶 怎么会有声音 炒的声音 煎啊 它在煎 你不要摸到这个哦 这个很烫哦 然后那个汤匙不能去刮盘子哦 哦 妈咪我要自己是 等一下 你这要再等一下 这个很推哦 这个很好用哦 这是 有牌子吗 也是日本的 你应该上虾米就看得到 你可以用这个稍微这样 这样 然后它温度太高 可以点那种 哦 你不要这样子 嗯 可是可能要开一下啊 对 要开抽油烟筋 那个如果没有压紧了 就会这样闪开 大概都是菜 然后薄薄 面皮只有一点点 所以我们最后 又多加一份面糊进去 这样 好 我们家人 比较喜欢吃面皮 所以调了两份面糊 然后倒在一起 感觉是像这样 煎起来 煎起来 面皮会厚一点 那我们刚 没有我也要拍 要我会拍你 放心 看它就是有厚度 滑滑的 这个就是厚板的 影线 看出来没有 就是这样 嗯 滑满的 切掉 好 今天的高益生意煎饼 大成功 喜欢我们的影片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帮我们分享哦 恩恩小厨房 下次见 拜拜 好开动 吃 吃 我要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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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务哦 你要做什么呢 我们明天做海苔 海苔饭吧 我反正做海苔饭 可以做那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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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寿司哦 他知道阿嬷不是哦 不再集合会 你咱们吃 哎哟哟 你要吃吗 有人也要吃 快跑不停 乔哟 你这个下跌斗了 还要换我玉米嘛 小孩又要吃了 小孩又要吃了 菜型 小孩又要吃了